外疫情底下零售市道是慘淡 不过在深水埗、元朗这些民生区 就有食市是疫市进驻扩充 铺位的空置率相对是没有那么高 林淑瑜去看 市道叉弹这两间餐厅都继续原有扩充计划 分别在深水埗和元朗开新店 我们餐厅的出品和价钱 就街坊生意比较经济化一点 我就没有考虑在一些旅游区开店 那租金一般都比较高一点 第二就是说人流方面 也都会容易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 我想就比较一个稳定之人流的地方 所以最终都选回在一些民生地段 那疫市扩充其中一个原因 是近期多了同行做不住 令他们可以便宜点接手 主要稳化一点都是做开餐厅的 希望找到一些格局、厨房 有些地方可以用得着的 装修的成本会低一点 厨房的间隔、先锋抽气和一些冷气 都可以省下不少成本 这些省下来的都有二三十万左右 有地产代理说虽然零售指度差 但好像元朗、深水埗这些民生区的店铺 特别是食肆仍然有需求 所以铺位空置率没有游客区那么高 几个民生区都是一成左右 按月升幅明显低过旅游区 所以租金都相对硬正 平均跌幅大约一成 但代理说 业主都明白饮食业难做 肯给租客优惠 有些新租入的食肆 可能都是要试一试营商的环境是否好 可能在头一年的租金便宜一点 第二年如果再签租药那时再加上去 假设要你暂停营业十四天 其实很多租客都会要求业主 在某一段时间去减租给他 有Centies记者林淑宇报道 有Centies记者林淑宇报道